Hello 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余芬 我覺得現在女生其實都很重視眉毛的部分 一個是眉膠 一個是黑色的睫毛膏 如果你平常用眉膠的時候 是讓她的眉毛的線條是比較有光澤感 然後可以讓她有線條的感覺 可以讓眉毛比較 讓眼睛比較有精神 那使用黑色的睫毛膏的話呢 它其實讓你眉毛會比較深邃 所以適合用在可能晚上的時候 或是有Party的時候 可以讓你自己的五官更有個性 所以通常晚上的話 我會比較用黑色睫毛膏來試用 那白天的話可能就會用透明 讓它有點自然 但是又比較有線條的感覺 首先第一個步驟可能還是有些 女生需要先把自己的眉毛的輪廓 線條先大概畫出來 或自己要的眉型 兩邊的差別 還是補過的顏色跟眉毛 本來就是可能是比較一般自然的眉毛 就是如果補上這個透明的眉膠之後 然後步驟大概是 我會先從眉頭開始密疏 跟塗睫毛膏一樣先往下再往上 所以我會先往眉頭的地方 會往前 看它還站起來嗎 我發現兩邊的眼神不太一樣 可能要這樣子會比較清楚 然後稍微等它乾之後 其實你可以用手 用你的無名指去讓它黏住 可是一樣是往上黏住 後面就是讓它平的順順的就好 那如果跟我一樣 眉毛是屬於比較濃密型的 其實 雖然平常不用畫 但是也可以使用一些 小小的技巧 讓眉毛更生氣的感覺 更有精神的感覺 對小小的步驟 就給大家喜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志祥 巧巧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彩妝上很多女生們 會忘記的一個 蠻關鍵的小步驟 那通常我就會先用一個 染眉膏 不要一次的刷上去 可以先反著刷 由外往中間塗 我都很輕很輕 因為我都覺得說 下手太重啊 所以就很難梳開了 好 都有沾到一點點之後 就可以開始像梳頭髮一樣 順的方向這樣梳開 然後如果呢 再高剛一點點的畫 還可以用就是 用這種扁的刷子 我會用一個比較深的咖啡色 可以從眉峰這邊 然後帶一下眉尾 完整的把眉型畫出來 不要一個動一個動一個動 如果眉毛沒有很順的人 也是可以再用刷子 再一次把那個形狀 然後那個紋路順好 OK 要記得喔 如果你有染頭髮的話 記得要調整一下你的眉色 你的整個妝容 看起來就會更完整 更亮麗 可能大家會忽略掉就是平行線 發現到小龍的眉毛啊 他的眉型其實都還蠻順的 而且不會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前面濃後面淡 那所以其實要從他的眉頭 然後用淡淡的眉筆的顏色去把它畫出來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 是由 我們通常會這樣 所以要這樣斜的45度 這樣才會像你自己好像長出來的眉毛 就是要順著眉毛生長的方向畫 其實我們在用眉筆再加眉粉 它有定色的效果 那我現在的顏色呢 我會用有點咖啡紅 可以讓眉毛跟頭髮的顏色可以呼應一下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個眉蠟呢 去把它眉毛的這個形狀 可以塑形 你想讓它順平貼 你就可以用這個蠟去把它貼住就對了 好 像我真的覺得這個眉蜂對我來說 就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像比如說我們在眉毛 你看到的一些眉型 可能就是會有眉頭 眉封 眉尾 但是它們的粗細呢 可能就是比例可能3 2 1 你眉頭可以寬 然後到眉封可以稍微收一點點 到眉尾我們就要就是 細細的收邊 對 讓它這樣收起來的話 就是比較柔一點 因為老師真的那個挑的感覺就是 一點一點一點點這樣 就是這樣一根一根的把它帶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放眉毛了 因為我們都已經把你那種銳利的角度 把它修掉了 對 所以一樣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用比較淺的顏色 好 然後一樣是補空洞 其實一樣喔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眉粉 然後霧霧的感覺 刷在這個眉頭的地方 你可以順便小心機的把它帶到這個 鼻側 你會發現到這樣子銜接到它的鼻 有一個立體感 好 接下來呢 就是用這個刷子一樣 去挑它中間的顏色 然後因為它的臉型啊 我會建議它就是眉尾的地方 可以再稍微做一點拉長 是因為它這個顴骨比較高的關係嗎 對 所以已經把它拉長去把它做一個延長的效果嗎 對 所以你在視覺上啊 上面有一個線條往旁邊拉長 你會發現到你這邊會變得比較窄 比較窄一點 那接下來呢就是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要讓它的眉毛的顏色跟髮色 可以再更接近一點 如果你今天想要像小龍這樣的眉型 或是像正方這樣的融合的感覺呢 其實你選擇對的工具 然後去練習 剛剛我們所教大家的這種畫法 其實很快 你就可以畫出像這種完美的一個眉毛了 我平常畫妝的時候 因為我的臉這邊可能比較寬 有角度 對 然後顴骨又比較高 那要怎麼辦 其實還有一個方式可以改變你的臉型 就是眉毛 眉毛有點往上仰是一個角 顴骨你自己又覺得稍微突了一點跟下顎 所以今天的部分我可能就會幫你用眉毛的方式 把它整個調整回來 其實在畫眉毛很重要就是 先把眉毛刷整齊 在眉毛應該有長眉毛的地方沒有長出來的 我們就會用這個眉彩 放在眉毛跟眉毛的中間 順著毛流走 會使用五四刀眉筆 先把底下的這個主線描繪出來 這邊的眉毛會稍微帶有一點點弓形 所以你這邊的眉封上面就都不要畫 不要理它 對 你直接就是畫底層的這個主線 把它有一點點往下壓 一般眉筆用完之後 建議用這個眉粉讓它定妝 對對對 然後也有融合的效果 從眉頭到眉尾的部分 全部都可以稍微刷均勻 我們可以選擇一支染眉膏 那顏色當然是可以選擇跟你的髮色比較接近 那我們在刷的時候可以先逆刷 先讓每一根眉毛稍微全部沾染到染眉膏之後 再順的再把它往後刷 其實像你的眼睛本身就已經很大 所以就比較不建議畫外眼線 那我們就是用眼線膠筆 把那眼線稍微整個填滿之後 讓你眼睛看起來有眼神 然後重點是尾巴的部分 我還會拉一點點線條 你的眼睛的中間那個泡霧線就不會太高 就是腮紅的部分把它整個動向往前 大概放在鼻翼旁邊的這一塊 然後上一點點顏色 再用橫的方式來做的話 稍微圈骨不會感覺這麼凸 唇的部分可以先選擇一個羅色偏向粉霧的質地 就是可以用比較大支的這個刷子 那它的線條就不會太明顯 用壓的方式 先把你在意的這個顏色先蓋掉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選擇一個明度稍微高一點 就是稍微亮一點顏色把它放在唇的正中心點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